中美貿易談判和風吹起 支持恆子六個交易天升了千點後 昨天沒有進一步消息 港股以至環球股市即時變得沉寂 中美談判仍在鬧數階段 股市走得太快反而不妙 上方再撤回關稅議題上韜韜拉拉 令股市短期有獲利回套壓力 恆子昨天沒精打采 微升五點 全日成交額縮至僅728億元 恆子摘幅橫行 個別板塊一度高位即現回套 例如恆地0012最高升至40.6元 收市退守至40.25元 新地最高見過122.6元 漲2.1元 收報121.3元 勝負收窄至0.8元 本地地產股、房拓及公用股 可能受美國長債知息上揚打擊 十年期美債息已升至1.85% 聖婆白天移動平均線 對利率敏感的地產股不利 本港樓市小陽春 一二手扭交成交上揚 不過 企業倒閉 財源潮可能到明年初才是高峰 若社會運動持續 後果敢堪餘 經濟處於衰退期 樓市還能暢旺 只是一時間之事 正如97金融風暴後 香港很快就有小陽春 因為大家都認為機不可失 急急趁低入市 當經濟及金融環境進一步惡化 入市者已追悔莫及 依照目前形勢 買樓、地產股皆不宜 有主意 有主意 有主意